解釋這個做metric sequence的general term就是6乘3n-1次方 問回n的數字是多少 如果第n項和第2n項這兩個term加起來是1064340 這裏只有兩個term 就是第n項和第2n項這兩個term加起來是1064340 做法就是這樣 你把這兩個term加起來 這個前面就是第n項 6乘3n-1次方 第2n項就是6乘3的2n-1次方 就是這個位置變成2n 全式除六 就變成3的n-1次方加3的2n-1次方 等於177390 怎樣做這個-1次方呢 3的-1次方就是3分1 所以全式乘2 3 每一個term都乘3 就變成3的n-1次方加3的2n-1次方 等於177390乘3之後變成532170 把532170放進去 減 然後3的2n-1次方就變成3的n-2次方 所以這個架式就變成u2 加u-532170等於0 這樣就有架式 u就是3的n次方這個位置 所以你把它factorize 變成3的n次方-729 乘3的n次方加730等於0 3的n次方就是729 或者3的n次方就是-730 那就reject了 整個sort的過程 整個sort的過程就像sort u的quadratic equation OK 如果你不熟的話你可以sort u先 然後再抄回去 當然啦 u這一點呢 你會在草稿上做 好了 3的n次方是729 n就是729 lock729 base3 這個由exponential equation 寫回lockriff的equation bass是3 所以lock base也是3 n就是lock729 base3 OK啦 N就是6